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曾伟 来看到11点钟的盘面焦点 今天感觉高价股低价股 似乎都是动起来了 贵买指数今天相对比集中市场表现来的强势 主要是高价股看到什么呢 包括了6510的金测 有没有可能成为是联发客的5G大联盟的成员呢 今天是重回了900块钱关卡之上 6415的系列KY也是在重回了900块钱的 另外4966的普瑞KY 今天也是再度要来挑战600块钱的关卡 目前的涨幅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不过集中市场呢 今天平盖三王是撑在盘上 但是表现最精彩的 其实是在面板双弧了 时间从10点半钟过后 出现了一波的大单敲进吉拉 让面板双弧的股价是越走越高 其中可以看到包括了群创 目前的股价涨幅 已经是逼近了7个百分点 在今天呢爆出了超过26万张的大量 也是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不过来看到呢 还有我从昨天开始转强的股价表现呢 看到的是被动元件 利多一波接一波 昨天传出呢是MLCC 传出呢业者已经是所获了 所以呢国具华新科股价上扬 那另外呢2456的奇力新 在昨天呢是举办法说会之后 释出好消息 包括了他的电阻交期拉长到 一到两个月 而且奇力新透露呢 他切进了欧洲车用的这个应用链 带动了股价在今天呢 是突破了钱高 同集团的国具 似乎也要挑战钱高的气势 另外来看到的是 传产族群也是有表现的哦 核润的IPO呢 引人气母公司2207的核泰车 股价突破600块钱之后呢 今天呢是再创了新高 来到了608块钱的价位了 而盘面上怎么观察呢 问您电话连线 请教的是分析师何金城 何老师好 这位好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呢 贵买指数已经是日K连五红的走势了 所以是不是 中小型股呢 现在在这个经过之前的一波 拉回修正之后呢 现在是开始往上来做攻击了呢 不过我刚才呢 也跟这个何老师在聊天 怎么今天呢 这个表现最强劲的 其实呢是在这个低价股 鸡蛋水饺股 面板双虎 怎么这么猛啊 持续的往上拉 难道吃鸡蛋水饺 真的是比较营养吗 基本上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 你明天就会看到那个报告了 外资出了一个报告 说群创目标价是10块钱 所以就拉成这个样子了 你记不记得那有一次 这个国际出报告说 目标价380 你记不记得隔天跳空掌停 大家看了都傻眼了 那今天出的报告是这样 外资我就不用 不能把人家练出来 明天报告应该会看得到了 那目标价就练额以上 所以你看今天买超的力道多强啊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轮动的节奏 那刚刚这个曾伟就讲到 有一些法缩会的股票 你看法缩会没涨 法缩会碰就上去了 其一心不是这样吗 其实在被动年间大家都知道 就缺的是电感啊 所以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电感的这个部分呢 就往上走了 它走得比国际强 走得比MLCC的华兴科都强啊 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部分呢 来整理一下 那另外也把一些 有个别体材的股票 也来跟大家做报告 而且应该现在来讲 现在网络会的很多呢 昨天有三四十家耶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5G的 我们就把交易所办的啦 何老师其实哦 这个证交所难道呢 它是在丢名牌吗 因为它这个礼拜哦 是来办了一个5G的发表会 今天登场的是2454的联发科 今天下午会哦 业绩发表会 明天是什么 是这个散热的态术 对力机呢 其实是有WiFi6的概念嘛 那明天呢 其实贵买中心呢 它也有业绩发表会 明天是3105的文贸呢 也会去做说明 那接下来29号 证交所5G呢 还有再加一加 漏掉一加 叫6213的联帽 哦 这个5G总共有6家 5G有6家 那联发科不是先涨了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 4968是不是也涨了 那今天变补涨哪一个 今天是不是绑4977 你去看一下 4977的日线把它打出来 有没有涨 没涨 4977 那立即已经先涨了 前两天已经涨了 有没有 它今天是不是补涨 就是都有这个轮动 所以说好像在送钱 你在过年以前 市场在送钱 你要勇敢去挠 不要都不挠 那再来的部分 就是联帽 这个联帽跟 这个2455的全新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划说会的时候呢 的一些股票 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 这个位置低的 会比较便宜的 因为现在流行涨便宜 一路讲的 这个群创又一路 哎呦 这是一千多张 那个报告你自己去看 网路上应该有了 可是何老师 这种面板这么便宜 现在投资人可以进去买吗 这个买风险 有很大吗 没有 你就今天的低点当停损 你不敢吗 就是用五毛钱做停损 你不敢吗 今天是带量上去的 OK好 那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 这一个部分 我把它做一个 划说会前面的 这个追踪 你看最早 划说会涨 最雄起来的股票 叫4935 4935是今天要划说 你知道4935 导播把它放大 不用那么远 就放这个礼拜就好了 这个礼拜的4935的日线图就好 它没有连标两支 就是你在法说会前买 好像注定都有一支停板的概念 那4968的这个利基 利基的部分这两天拉起来 是不是也涨了十几%上来了 对 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是连茂 连茂29号 连茂昨天也涨 然后另外一个 我来看一下 另外这个比较低价了 这个 这个是在建商的话说 叫做2405的号星 那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讲 2405的号星 没有来到那个比较重的 我刚刚已经补了一个群创给大家了 我来找一个低价了 那为什么 因为明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东京奥运 对不对 那东京奥运有一个受费股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叫4908 它做光收花模组 那把它打出来给大家看 你看它10月份到现在涨了多少了 它已经涨到你 你已经不认识它了 4908 你看到了吗 所以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说 在10月份它25块5 今天最高55块5 涨了30块 那所以涨了30块 基本的部分来的 它光收花模组 那我们讲号星的原因 号星它是在 跟东京奥运的地铁 有标案 就是人脸辨识的这个部分 人脸辨识的位置 那我们很简单来看一下 我把基本面讲完 我们看位阶 股票位阶啊 刚刚曾伟问我那个情创我有点尴尬 如果曾伟是在一个小时前 那是好很好的位置嘛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就 我就已经丢这个资料给你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号星的 11月29号要划说 而且它第三季转亏为盈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 我们等一下再看日线 它10月12号到现在呢 外资已经不小心悄悄的 我有做一个图表 悄悄的买了三万张了 然后它并了宣打跨入医疗器材 那我们台湾很简单 你知道吗 那个曾伟你知道我们 这个桃园机场的人脸辨识系统是谁的 是谁的 是号星的 就它的 东京也它的 我们所有机场都是由号星提供的 那它现在在日本的这个系统 也是同时一次可以追踪64个目标 64个目标就是你 一次闪下去64个目标同时辨识 这个是最新版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这个 它这个标案的部分 就是东京奥运地铁的标案的这个部分 你就我们一面讲的 你看群创还蛮支持我们曾伟的 一路一直冲 那你看到的是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号星的日线图 号星的日线图的周线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周线的部分底下放外资 你看外资是不是从10月12号 他根本你都不理你 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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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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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买到现在 昨天跌2% 也就是说它等于是法朔会都没行情 法朔会没行情的时候就只有两个 一个可能到29号以前先冲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法朔后 就像二四这个五六的你看齐一星这样 嗚嗚嗚就一直上去了 你要去注意 加上我们看一下号星还有个子公司 你知道他今天涨停吗 那叫做6169 6169的疫情涨停 你知道人家要并购这家公司 用多少钱去并购疫情吗 七十高价 现在二十九块 现在二十二块 所以他涨停 他的第二大股东是号星 第一大股东已经卖了 把他用四十九块已经卖掉了 五千多张卖了 这个二点七三亿 就已经往上了 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看到了二四零五的日线 也是位置还蛮低的 就在这里都没有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了周线 周线谢谢 周线底下如果方便的话 就给我一个那个外资 你就可以看得到 外资买 你看外资买了 买在这里 他价位都给你 现在你看外资买 谢谢 你们看外资买了两万九千多张 基本上你现在的成本 跟他的成本差不多 所以你要去注意到 这一些股票 在这个时候开玩法说以后 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九零八 是怎么标的 四九零八就悄悄的 一个月就从二十五块五涨到 五十五块五 他可是光收花模组 那耗星如果抢到了这个 有到抢到了这个标案 是东京地铁的这一个人脸辨识系统 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有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台湾所有机场的 这一个这个人脸辨识的系统 入关系统都是用耗星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注意到他 而且切入医疗器材 他也这个子公司 你看那个是六一六九已经标这样了 他如果也用四十九块去卖 那耗星不是潜在利益就赚两块钱了吗 所以这个部分要去注意 我们一面讲的这个群创不理我们 对何老师 所以我刚才这个我们的团队已经整理出来 这个外资的报告了 就是卖隔离 他平均创是优于大盘 目标价 哪有目标价我不能讲 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讲要两位数 他出来十点三块 那十点三块往上所以大概 逼近三块钱的空间吗 是真的会达到吗 不是不会达到 但是今天你是减到 是不是减到便宜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减到便宜 所以说你要去注意的 就是这样的股票 那我们刚刚我在借用你 刚刚那个5G的那个来讲一下 证交所的那个今天的发表 对对对对那个5交易所的 我也给大家一下 我刚刚跟他讲的 好心就是这样的概念 让他了解 然后交易所那一张我借一下 借一下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那个2454 已经每天都报纸了 连华科 所以他在写 不能写出再更劲爆了吧 没办法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 4977 因为都没有涨 所以他涨起来了 然后4968 4968来到这里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4968跟8086 我把这个交易所的讲完 哎呦 这勤创不要等一下 拉到涨停去了 好 来 那 我没办法 来 那因为资料 我们第一手拿到 我一定会在这里跟他讲 我不能看报纸来做股票 我要提早跟他讲 7.66 反正你看到了 每一个人都赚钱 那 那这个红结 这个红结科 就是立即下给他 那我要讲后面的那两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去注意的 反而是要注意 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讲到 3105 文贸也有法说 对不对 3105 喂 是 3105万文贸说 连华也有法说 好 那我就讲一个东西给大家听 好 曾伟你一直看着 勤创快涨停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看一下 连这个 连贸跟吻茂都是同一个董事长 你知道吗 叫陈敬才 对 那连贸的前三季赚5.94 吻茂的前三季赚6.18 吻茂300多块 连贸143块 你现在如果问我 那你就基本上如果5G的概念 而且今年业绩第四季还会成长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现在如果高价的 就是6213的连贸 你可以去注意